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對不起 我聽不到 弟弟也在 剛剛弟弟在 他都很感動 很開心 我亦都希望將弟弟的專業醫學美容概念 希望他可以繼續發揚光大 希望每一位顧客都可以有 自信和最美的狀態給他們 將這件事宣揚開去 讓他們很安心很安全很健康地 接受我們的療程 會怎樣慶祝呢 都是吃飯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的開始 其實我們上主板是因為我們的數字 過了我們某一個位置 所以上了主板 但是對於集團來說 是一個起步點 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將來去發揮我們的空間 我覺得我們的潛力和實力 我會是很有信心 我們要放多些時間在這方面 之後我們會放多些時間在這方面 家裡就會 都一半一半 所以我現在的時間是24小時 24小時工作 除了睡覺那幾小時之外 一半是給我的家人 一半是公司 所以我非常非常充實 三個女兒有否投訴 都有少少的 有時拿著我 想我多些和他們玩 甚至昨晚我預備 今天的記者會的東西 或者所有文件上的東西 他們都會覺得 以為我在考試 普通話 你繼續說完 以為你考試 以為你考試 以為我 因為有很多文件在書桌上 就問我 媽媽在考試 做功課 我說是 媽媽都要像你們一樣 勤力去讀書 去做功課 才有好的成績 都有的 他常常都叫我 不要做得那麼辛苦 他又在說 為何你要做得那麼辛苦 要休息一下 經常都不夠分 但是我覺得 身為女性 我很希望 為女性做一些事情出來 亦都為我的家人 亦都是 我覺得 是 用這個機會 可以將 真是這個醫學美容 樹立一個最專業的定位 先生是否昨天生日 是否有慶祝 其實很簡單 簡單地吃了一頓飯 吃了一個蛋糕 都是簡單單單 生日 生日 都沒數 喝了一杯 快便 喝了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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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一杯